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今天呢我想要教大家怎么样就做一个这样非常可爱的猫头鹰手机或者是钥匙挂件 然后这个猫头鹰挂件呢我们需要我们到我们的编织板 然后还有我们的勾针 然后呢一只绿色的猫头鹰和一只粉色的猫头鹰 非常的可爱 然后呢我是用了这个黑色的眼睛 然后还有小肚子 然后粉色的呢我是用了淡色的小肚子 然后绿色呢是稍微颜色深一点的小肚子 然后还有黄色的一个小的嘴巴 然后呢我现在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可爱的小的猫头鹰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猫头鹰呢我们需要这个勾针 然后皮筋呢这个猫头鹰的头呢我们需要一个28个这样粉色的皮筋 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这个头上的这个挂件的皮筋 然后两个白色的两个黑色的两个橘黄色的然后两个黑色的作为脚 这大概26个皮筋呢是给它做的是肚子 然后再有两根皮筋呢是给它做的是它的一个腹部 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正式教大家怎么做 然后我们这个编织板呢是给它编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是中间呢是凸出来了一根 然后我们这里呢是需要中间的那个蓝色的编织板 现在呢我是从上面的粉色开始编 然后大家这里一定要注意所有的编织钉呢的开口朝向呢 甚至是朝向自己 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粉色的皮筋呢按照这个样子给它勾上 然后呢是皮筋呢是两根两根一起帮两根两根一起用 千万不要忘了 可能是我之前也没有说清楚 大家想一定要听清楚 这里是两根皮筋一起用 那么我们是按照这个顺序是给它两根一起用 并且呢是放了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现在我们是两根橘黄色的皮筋放在一起给它做它的嘴巴 然后呢在两根粉色的放在旁边 我们现在是在做猫头鹰的头部 然后大概是要给它做成一个长的椭圆形的一个样子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粉色的猫头鹰的头 然后现在呢我用绿色来做猫龙鹰的下半身 然后两根猫龙鹰 两根绿色鼻巾一起用 然后给它做成这种形状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先是右边 再是左边 然后再是中间 然后再给它做成这个形状 然后现在呢我是要做它的腹部 也就是它的小肚子 然后我们是选了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是用粉色 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撞色 可以做成撞色的感觉 然后呢我是拿了三片这样两个两个一用 现在呢我是要给它做它的眼睛 然后绕三圈绕到我们的勾针上 然后稍微的给它拉松 然后再拿一个绿色的 然后再给它稍微往下拉 然后再把黑色的鼻巾慢慢拉在绿色的鼻巾上 我们这个绿色的鼻巾是用了两根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说错了 我这里是用的是做它的爪子 不是做的眼睛 这个绿色的鼻巾呢 一定要是一直都是两个两个一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看清楚 其实我这里是两根绿色的鼻巾 而不是一根哦 然后呢同样的步骤 我们再做它另外一只爪子 绕三圈 然后再拿两根绿色的鼻巾 然后再把我们的黑色的鼻巾呢 慢慢慢慢的往下绕 绕的时候呢 你千万小心 也可以拿手往下绕圈圈 然后再把它放到我们的编织板上 然后呢就看见就像这样 然后现在呢 我们是把竖着的鼻巾呢 都已经弄好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放横向的鼻巾 然后现在呢 我们是把它所有的绿色鼻巾呢 都给它做成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话会比较固定 然后这里用的是一根脾巾 都是用的一根脾巾 然后呢 我就用粉色给它做它脑袋部分的 横向的脾巾 我们是先做纵巾 然后再做横向的脾巾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比较好做它的眼睛和它的爪子 然后现在呢 我是要给它做它的眼睛 然后拿个白色的鼻巾给它绕三圈 然后给它再绕三圈的黑色的鼻巾 然后这样呢 我再把我的白色鼻巾往前绕三圈 然后再给它移到一块儿 然后再拿一个粉色的鼻巾 然后小心翼翼的把我所有的这两个鼻巾呢 全都给它转移到我的粉色上 在转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这样不要把我们这个眼睛呢 和眼白呢就相互给它挫开来 然后呢 我把它放在这个粉色皮巾上的中间 然后给它稍微放在一边 然后同样的步骤呢 我们再给它准备它另外一只的眼睛 然后先是三个 再绕三下的白色 再绕三下的黑色 然后呢 再给它放在前面去绕三下 就是这样 然后稍微的给它往前拉 再拿 我们刚刚做过的那一根粉色的鼻巾 给它稍微的往前 慢慢的往前 把它拉到我们的粉色的鼻巾上 现在呢 我在我的粉色鼻巾上呢 有两只眼睛了 然后呢 我给它慢慢的放在上面 然后呢 我再给它插在两个眼睛中间 给它稍微的 放在我们中间的编织板的编织钉上 然后这样就做好了 然后呢 我这就做好了这个猫端鹰的眼睛 然后现在呢 我开始要勾 这里呢 我是有三根皮筋 所以呢 我给它穿过去 然后 把最下面的那个皮筋呢 往上拉 因为这里有三根皮筋 所以不是特别的好拉 其实 我可以把它分开一些 然后把它放在旁边 把它放在旁边的编织钉上 然后 这就看得像这样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一步 做同样的步骤 做所有的这些皮筋上 然后中间 大家在拉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清楚 拉的是哪根皮筋 其实呢 有一个小小的方法 可以帮助到大家 怎么样区分这个皮筋呢 其实你可以看这个皮筋 是由哪边拉过来的 我就再给它拉回到哪边去 就大概是我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针和策略 所以我们再用这个皮筋 都要再来 就这样做 就这样做 这个皮筋 已经不要过来 就这样做 就这样做 你这个皮筋 就这样做 这些皮筋 都不太多了 就这样做 都可以 这个皮筋 出品 有 这些皮筋 现在 就这样做 准处 真心盆 的 然后我们在拉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看 有的时候呢 我们是两个两个一起拉 我们是两个一起拉 然后我们做猫端鹰的头部呢 也是这里按着这个布又做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时候呢 我也是发了一个小错误 这个皮筋呢 也是会崩跑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 慢慢的给它用手 慢慢的给它拉过去 其实呢 如果大家想用别的颜色 做这个猫端鹰也是任务你的 可以随便用任何想要用的颜色 可以任意搭配 猫端鹰的这个上半部分呢 下半部分都行 可以用棕色和白色 棕色和黄色 或者是呢 是用一个大红色 给它做成它的嘴巴 当我们把它全部拱好的时候呢 然后再拿一根皮筋 给它穿过最上面的 做一个收尾 那么我们这个猫端鹰就差不多 大红告成了 比方说我这里就拿了一个粉色的 现在我呢 是把所有的都已经勾好了之后 拿了一个粉色的皮筋 然后把它放到最上面 然后从下往上拉 穿过了那个编织钉的编织钩开口 然后现在我可以把它所有的 就稍微的从编织板上取下 当然了你那个挂钩啊 一定要绑牢 并且把它稍微绑紧一些 好了 这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 这个小的猫端鹰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的拉拉平 拉拉整 然后给它拉入它的该有的样子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个眼睛呢 稍微给它往下往外 给它修饰一下 然后它的爪子也可以把它弄一下 我希望呢 你们能喜欢我做的这个视频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希望你能给我们点赞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更多更好玩的相关视频 都会在我们频道里面进行推出 也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